8号下午捷安乡一名年近80岁的老翁 租借机车出游独自前往鲤鱼潭 而在潭边租借一艘天鹅船 却迟迟没有返回岸边 于老翁早已遇失 船家只好深入潭中寻找 却发现船上空无一人 但老翁随身物品都在船上 船家立即打电话报案 警销随即展开搜索 搜救人员全副武装 救生艇一艘接着一艘 不断与时间赛跑 为了就是要尽快找到试炼的游客 事发地点就在花点鲤鱼潭风景区 8号下午2点钟左右 77岁的孙姓老翁 左脚一拐一拐地走进一间租车店租机车 就这样独自一人骑车前往鲤鱼潭风景区 孙姓老翁在下午3点跟岸边的天鹅船业者 租了船准备游湖 由于老翁租船的时间为一小时 预计在下午4点就会回到码头 但租船业者一直联络不上老翁 赶紧同胞119协助救援 船上没有的是其他业者 出机开船的发现 再给我们联络 我们再过去看 就是没有看到人了 业者表示是其他船家 发现台面上的天鹅船没有人 只留下救生衣以及钱包手机等随身物品 那先到岸边东岸 红卫处 橡皮顶处 他说有扣到东西要做确认 警销货包到场天色已暗 9号一大早集结各个队伍后 再度展开搜救行动 目前是由警销 易销 红十字 还有紧急救难协会 共计有37人来做一个搜寻 我们分成两组 有水上搜寻作业组 还有水下的搜救作业组 鲤潭水域面积高达100公顷 水深大约是8到10公尺 加上水质有氧化严重 水下能见度几乎是零 搜救难度相当高 目前孙兴老翁仍下落不明 到底是失足不胜坠海 还是另有其他因素 警方正在调查厘清 记者徐力请林千亿 花莲采访报导 请订阅 请订阅